大家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五,我们复盘一下本周的情况,欢迎您为视频点赞 我们先看一条消息 高盛说下调标普白指数年底目标至3600,建议采取防御性配置 近日,高盛团队将其对标普白指数的年底预测下调约16%,并列出了2023年美国经济实现硬着陆和软着陆的假设情境 策略师及其团队将2022年年底标普白指数的目标点位从4300下调至3600 据悉,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本周做出决定后 市场目前预计联邦基金利率终端利率为4.6% 高于之前预期的3.25% 另外,该行预计如果2023年美国经济软着陆标普白指数年底将达到400点 如果经济硬着陆,年底则将达到3750点 这个预测的是2023年,现在是2022年,这是明年 报告中写道,标普白指数实际上在8月中旬达到了我们之前的年底目标4300点 但随后利率的复杂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 我们现在纳入估值模型的加息情景,支持适应率为15倍,此前的预测为18倍 另外,过去几年,股票估值和实际利率一直保持同步 但这种关系最近发生了错位,给股市带来了风险 此前,该行曾假设2022年年底实际利率约为0.5%,而现在的假设为1.5% 在这样的环境下,高盛建议投资者现在应该把注意力转向企业财报 他表示,8月通胀指数意外上升,这对于关注美联储加息道路的宏观投资者来说是一个关键事件 同样的股票投资者应关注的是第三季度财报季 能实现创纪录利润率的企业将受到密切关注 高盛建议在不确定性中采取防御性配置 在利率飙升的情况下,短期投资将优于长期投资 投资者应持有具有优质特征的股票 如强劲的资产费债表,稳定的销售增长和高资本回报率 那他这个呢是,呃,只有 我觉得只有这个一句话,呃,一两句话有用吧 读完了还才知道啊 呃,那么他的一个预测的转变呢 是因为啊,这个美联储加息变了啊 那早干啥去了啊,没预测到啊 另外呢就是在利率飙升的情况下 短期投资将优于长期投资 这个倒是有道理的啊 他对于一些强劲啊 成长型的公司也不能一概而论的就去做多 对吗 好啊,所以我们看到华尔街呢 实际上很很很什么呢 也没法说他们啊 很无趣啊,好吧 好,我们看一下本周大盘的表现 那么标普白指数期货本周呢 收出一根强劲的周线级别的阴线 我们看到他已经啊 在测试上一波波段低点的一个位置了 那么在今天呢 测试到这个位置附近哈 那估计下周在早期时候呢 有可能继续在这里给出一定的反弹 那反弹之后呢 有可能啊要下行 对吧 那么能否下行呢 是我们接下来需要关注的点 那我相信现在很多人都倾向于继续走熊市了 对吗 哎,现在还有人愿意啊 就是觉得后续走牛市的吧 当然市场啊 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啊 如果市场一致认为都应该走熊市 没有资金入场 愿意去托盘啊 走牛市 那确实就会走熊市 那么在资金啊 在呃 这个资金啊 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 特别是资金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 一般情况下会选择熊市啊 就当前这个点位 对吧 但是呢 在短期的技术位上呢 我们看到这里呢 本周啊 也就是咱周五啊 在下班有一些下引线出现啊 表明此此处的一个支撑呢 还是有一丢丢的效果的 我们看一下四小时图 嗯 果然哈 但是呢 我们啊 再增加一个下跌趋势啊 去跟一下就行了 所以后续呢 我们看他啊 在是更上方这个下跌趋势线的一个表现 会更稳妥啊 有可能会反弹啊 但是也要看回落止跌的一个情况 啊 这就是我们右侧家者要需要观察的 那么经过几天的博弈之后 发现还是支撑不住 那那就往下走 那么我们再看日线会更清晰啊 那日线呢 给人的感受是呢 一个强劲的下跌波段啊 这个波段 由于啊 这个持续的下跌 我是觉得短期内给出一定的反弹 或者是震荡行情是必要的 对于空头来说 他也不想在这里持续的追空啊 他需要适当的了结获利啊 对于啊 多头来说啊 对于日线级别的交易者来说 现在还不是入场的好之机 对于一些日内超短线波段的交易者来说呢 可能会做一些超短线的一些机会啊 好 这个是标普 那我们看看科技股本周的表现 科技在这 科技股本周呢 也是形成一根强劲的大阴线啊 我们看到他也确实逐渐的逼近到下上一波这个波段的低点附近啊 所以我的观点和标普是一样的啊 只不过他比标普更啊 领先的往下侧 对吧 比他快一步法 那今天标普好像似乎逐渐跟上了啊 纳斯达克下跌的步伐啊 对于多头不利的点有很多啊 除了文官层面 包括还有技术面啊 双重的这种啊 看空的这种势力在增强 那多头很显然啊 信心并不是很足 现在谁还说啊 他对多头有很强的信心 说明他太顽固了啊 看不到这么强的大阴线往下砸吗 看不到这根大型的下跌趋势线吗 好我们看一下纳斯达克的日线 日线呢 在下方的支撑区附近呢 有所反映啊 这也是一个区域 我们可以删掉一根啊 那么在尾盘的时候 估计呢 是本周周五啊 这个空头先离场了啊 等到下周啊 再考虑重新的一轮布局 那对多头来说呢 也是要看下周的一个直接的情况 再判断这里是不是一个右侧啊 或者说短期的一个所谓的右侧底啊 相对于这根趋势线的 对吧 那如果是的话 那更好啊 那么下周表现 就特别的重要啊 下周怎么选就特别的重要 好吧 空头应该还算是OK的哈 近期空头非常的高兴啊 那对于中长线的多头来说 如果你没有按照我们之前 波段化的操作 没有在最高位这些附近离场 而且还在这抄了点 而没有波段化处理的话 那你肯定啊 这个很难受啊 说为什么不执行呢 这就是交易者的一个特点啊 他就是不去执行 你看你看还有一部分人还是看多呢 好我们呃看一下黄金本周的表现 我们看一下周线图啊 黄金本周呢给出了一根阴线啊 我们对于黄金的宏观大势呢 是按照这根下跌趋势线去预期的啊 那本周呢实际上只在今天啊 给出了一个下跌的感觉 实际上本周在周内呢 是一个横盘 大家看今天收五是吧 然后前四个交易者是横盘 包括上周五 那这样的话又选择了空哈 有人说鼠五浪有用 有时候有用 对黄金来说 他就有时候有用 有时候没用 你得灵活 我们特别强调过 一二三四五六七 你看他没有走完斧浪就翻转上去啊 所以我们对于本频道的这个粉丝来说 你是幸运的 在我这里没有过定的东西 这就是最最大的幸运哈 好 我们看一下四小时多 那我们说这个小横盘应该怎么说 在高位做空话 我们录节目的时候应该看空话 那么这么强势的音线 你必须得等到阳线才能做多啊 没给出 那就下来了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着 应该把这个日线级别下跌趋势线调好 那么后续呢 会涨还是跌呢 我们就继续看美元了 理论上这么强势的音线的话 后续即便涨 你先看一些小反弹 是吧 我们看一下本周美元的一个 美元指数的一个强境 看直勾勾的上拉 那么今天再次创出啊 近20年的一个新高 113.238 按照这么的涨法的话 涨到120都不够啊 因为就差6块多钱啊 就快就差6点多 不到7 就差不到7就到120了 很容易啊 你看这个位置是多少钱 109啊 这是涨了5块钱 45块钱啊 那么7块钱很容易涨 我觉得啊 对吧 很容易啊 所以美元非常的强势 那各国呢 也都感受到了压力啊 货币的方面的压力啊 但是各国的国情不一样 那对于没有消化货币贬值能力的国家来说 那就是一场灾难啊 一下贬值20% 甚至40%的国家都有 什么意思 他特别是依赖于进口的那些国家就惨了啊 边缘地带的一般都是依赖于进口的啊 依赖过于依赖进口的都不行啊 就是资源能源匮乏型国家都比较难啊 跟中国关系好的国家会相对好一些啊 但是呢 你现在都在用美元进行贸易结算 那 那然后你再变换成你本国货币 那你就 那那你代价挺 呃 代价挺大的啊 是吧 你用本本国货币去换成美元再去买中国的产品吗 你用更多的本国货币去买 然后换换回来一些产品 所以更贵了啊 对于进口型国家特别不利 好 这个是黄金 我们看一下原油 原油在哪里 呃 原油呃 在这啊 原油今天暴跌5%啊 暴跌5.25% 我们对于原油的一个态度呢 都是做局部的哈 尽管啊 没有让做长线空哈 但是我们啊 抓的这些多空波段也很多哈 就是一些日内或者是一两天的一些交易的机会还是很多哈 好 我们看一下周线图 周线图给人的感受是呢 持续的偏空哈 那么上一次呢 在这个支撑区域在测试 所以就出了两个横线哈 所以啊 我们说啊 不能啊 这个完全忽略这种支撑区表现 那么现在一看 把比Q了啊 跌下来啊 本着是一根阴线 那这样的话 我们应该画一画这个趋势线 哎 你会发现又支撑住了啊 能不能支撑住啊 是一个关键的一个博弈 那么现在外在的一个冲突啊 非常复杂 我们就不说了 那呃 对这个图应该怎么看呢 我们不看这么远啊 我们还是看日线 日线呢 给人的感受是也要测试到刚才我们画的这个趋势线附近了哈 所以呢短期内应该会有一些做多的做小多的一些机会 好 我们看一下四小时图 那应该是要优先考虑做多 我们今天盘前特别画了一根下跌趋势线 他没能上去就只能做空啊 那么新形成的三根 黑线都是空吧 那接下来我觉得应该会给出一个短多的一些机会啊 也就是说现在呢 应该看一个短反反弹读 当然也可以等待周一的时候 这个形成一个二次底的感觉的时候再去做多哈 这个是四小时图 好 原油啊 这就是原油 嗯 好 这个原油啊 和那个sco那个图完全不一样啊 不是很一样啊 啊 有的人啊 是做sco 我们看一下对比看一下 我们对这个图的啊 对这个原油期货的一个分析呢 和sco是不一样的原理啊 我们看一下sco 呢 对sco 我们说 不能看长线多啊 我们两个多月以来都没有让看长线多的是吧 你看 这些震荡 这就是这两三个月的一个震荡 对吧 反反复复的震荡 这个sco 我们看啊 这是做空原油吧 跟我们那个指数上是跟我们那个期货上反的 但是你现在看着好像上去了 但是接下来可能在下周呢 早些时候就要给出一些回落啊 你拿了两个月在这里震荡震来震去啊 很难受啊 对这个图来说 那接下来我们要关注 在这两个震荡区间中的一个反应 刚才我们看那个原油啊 他不是说一直下跌或者一直上涨啊 做短线比较容易 这个图呢 就跟刚才那图完全不一样啊 不能完全知道那个图 好吧 这更适合做日内短线啊 这个图 机会多多呀 那长线比较困难啊 心理上压力比较大 一般做这个原油的都是加100倍杠杆的啊 至少100倍的 好 我们啊 看一下天然气 今天的天然气下跌4.229 你可以看到今天是一个跳空低开 随后有所止跌的感觉 他跌到了我们所观察的这个下跌趋势线啊 不是上涨趋势线附近啊 这个上涨趋势线附近啊 多头趋势线附近 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也要观察在这儿的一个止跌情况 我们没有让做空啊 因为 因为因为对于多头的整体市场环境 包括整体的一个多头趋势 我们尽量少做逆势交易啊 这个是我们的基本原则 那对他来说 我们多头呢 需要观察在这儿的一个博弈的情况 在下周早些时候 好 空头呢 也啊 如果你真的去做了空啊 你也需要观察在这个 博弈临界位置啊 也就是趋势线附近的一个直直直跌的一个情况 如果发现反弹强势哈 接下来早些时候 下周早些时候反弹强势 应该啊 这个套现离场啊 或者说做减仓是吧 或者是空头的趋势线要画好 对于空头来说 也有个趋势线是吧 这个趋势线我们加了吧 观察来说 如果他破位上去 不能 不能为止 再不能砸毁了哈 也就是止住了 那你就应该离场哈 对吧 空头是这样啊 那多头应该正好相反 看在这里的直直情况 看是否能够布局多头 我估计啊 这次 外在的一个冲突呢 可能会 这个让欧盟啊 让欧洲啊 这个元气大伤啊 那么美国和俄罗斯呢 也会被这件事 这个 消耗啊 消耗一定的精力啊 消耗大量的精力去做这件事 好 这个是 他 我们看一些 呃 我们看一下市场的一个整体整体表现吧 那么今天下跌的股票市量超过1万只啊 上涨股片只有1500只左右啊 那这样的话空头是完胜 但是这并不重要哈 对我们啊 不同的标的要有不同的时间框架去看哈 那对于标普或纳斯达克下周可能早些时候要给出一定的反弹啊 所以多疼们对日内超短线交易者是有机会的哈 那对于日线级别交易者可能需要再继续等一等 看是在呃前提低点附近止住呢 还是跌破呢 啊 是我们下周最重要的工作啊 下周最重要的工作啊 那么我们看一些重要的标的 我们周末呢 还将继续复盘一些标的啊 大家不要过于的着急啊 我们啊 怎么看呢 我们先看一下LABD这个标的啊 LABD这个标的 大家看啊 这些指数呢 可以用于盼到我们大盘的一个表现 那当前呢 LABD是一个做空指数啊 12345 说为什么你这个就数五浪呢 那我们说有时候管用 那你不能忽略管用的时候啊 这个图就有可能管用 这黄金为什么管用啊 因为他叫黄金啊 对不对 我们说过黄金的诡异吧 我个人比较讨厌黄金啊 呃 他非常的复杂啊 有人说复杂吗 你看那波段 不是哈 你你是正处在这种 好像是看起来很清晰的历史时期哈 但你要是一个综合的交易者的话 你会感受到他的复杂性 那对于这个图来说 他的五浪貌似还是有效哈 我们看到今天这根日线形成一根上一线 那这样的话 下周呢 应该会在这里进行横盘整理震荡 对吧 那我们的大盘是不是也是如此的一个表现 也就是在支撑区震啊 那这个是在阻力区震 那么我们就不能过多的去看啊 看涨 因为他不是黄金啊 我们多头的一个趋势线应该画好 你看他破位的一个表现啊 那如果强势回落 这种概率也是有的啊 按照对称原理呢 这边横一下 还是这边也有可能横一下 有有可能吗 有啊 你看那个刚才看那个SCO是不是 左边头颠 头颠底的左侧横横横横 右侧横横横 刚刚突破是吧 所以这是有对称性的啊 市场有一定的对称性 好 我们看一下腰股AMC 今天的腰股竟然收涨了啊 收涨了 但很可惜啊 这个涨幅不大哈 1.78% 对于腰股来说 这就是非常小小的K线 下跌趋势线我们已经调整到这了哈 所以多头们要注意啊 等待右侧才能做 那万一它也空了 有可能啊 有可能 大家看这个图像谁啊 像不像这个大马股哈 大马行业啊 你看拉升一波筑顶 然后无需震荡 快快快往下走 一直跌破到这哈 一直跌到老老家是吧 所以多头们你们要注意了啊 我们对腰股一向是非常谨慎的啊 波段化交易这是基本逻辑 右侧交易是第二个原则 如果一直走空的还是不能做多的啊 一定要注意啊 我们也有些图就一直空的啊 好 我们看一下 龙头股 我们再看再看微软 微软给人的感受是什么 又创新低点了啊 就这个新低指的是此轮空头波段了 你看 是吧 大家有没有可能啊 下周谈一下 有可能啊 因为我们标普指数啊 确实到了一个重要的支撑区啊 所以呢 也不能说啊 但是整体的态势是不断创新低的 这是符合熊市的特点的 所以多头们啊 你们做的啊 现在注意小左现在是熊熊头啊 现在小左是熊市中的交易者哈 注意我没有说我是空头啊 因为熊市中的交易者很复杂啊 他可多可空有时候 所以我们要灵活一下啊 你看那个牛市里我们没有让走空啊 是多么的在历史上 是多么的正确啊 那么在熊市中 我们有另外一套做法 你会再过一两年之后 你会发现小左又是多么的正确啊 开玩笑啊 开玩笑 对为了来说 近期确实符合熊市的定义哈 所以呃 先看一些反弹 好吧 好 我们看一下今天暴跌的谁啊 特 老特哈 特斯拉 特斯拉今天再次暴跌 4.59% 怎么样 有人说怎么样 看这个之前 之前我让我现在刚过了不到一个礼拜吧 一个一个礼拜多一点 我们说这个特斯拉没有长线投资的价值 现在先看一些波段化的交易 如此看来又是正确了啊 但是你不要得意啊 有人说你不要得意 接下来看他在这直接的情况 没错啊 我们在我们不应该长期得意哈 应该瞬间得意一下就立刻要提高警惕啊 万一他在这里横盘振荡了呢 是吧 他不一定走暴跌 因为我们近期给出的叮嘱是确实要看一下技术破位的一个情况 另外呢 还是要看啊 他的特殊性啊 他呢 确实成长性 包括这个当前的基本面都非常不错 技术面呢 也是非常坚挺啊 他没有像其他股一直直勾往下走 他还在高位啊 所以他有没有可能在高位无需认断 那这个也是我们要考量的 所以东方双方都啊 在此处有有一定的理论依据 对吧 所以这个这个图还是最复杂的一个图 我是觉得啊 他还不如像那些直勾往下走的清晰可见啊 那这个不清晰也不是好事 是吧 所以我们对特斯拉呢 还是要额外的关注他到底会怎么样 但从啊 技术分析者的角度来说呢 他当前面临着较大的一个阻力 我们看到他再次尝试啊 往上走 结果迎来了暴跌三乌鸦啊 所谓的那些叫法 暴跌三乌鸦 那这并不是多头强势的表现 恰恰想法 是空头 是多头开始变弱的表现啊 夸夸夸三根大阴线啊 那昨天暴跌4% 今天又来个4.59%啊 那这两三天就暴跌百分之十几 是吧 那你有没有去做一些仓位上的减仓呢 有人说还没有 还在抱有一些侥幸啊 所谓的侥幸 就是他认为不会走绝对的熊市 这个概概率是有的 但是我们的技术交易的一个规矩 什么来着 计划什么破位之后 要考虑慢慢的减仓了呀 蓝线蓝线这个小区 是先被破位都应该减仓 那么这样是吧 虽然下周早些时候 有可能在这谈一下 所以下周早些时候 要看反弹回 就是下达的一个情况 对吧 但现在不利的点 就是msd是个死仓啊 日线图 本周末呢 我们将继续复盘热门标的的周线和日线 欢迎大家过来看啊 有什么标的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周六周日的时候分别录制啊 好 我们明天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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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